刚刚吃完饭出来就遇到大坡了 继续爬坡 哇塞 加油 他们这边好多的那个农点全部在山上面 连续四公里下坡 爽 哇塞 太漂亮了 就喜欢这种感觉 今天的录音地还是选在320国道旁边 和这几位失散几个月的摩友 然后住在一块 来了 然后我选的是这一间房间 这间房间里面就是比较干净 就是上面不防雨防风 他们选的那一间挺好的 就是下面稍微有一点脏 打扫一下就好了 好了我帐篷也打好了 就准备等他们菜买过来之后 就开始做饭了 他们现在去前面一个镇子上去买菜了 开摩托车也是比较快的 由于这个镇子有点小 就是买不到菜 只买到了一些土豆和鸡蛋 今天只能炒一些简单的 鸡蛋炒辣椒和洋葱炒土豆 今天人多就炒两个菜 由于镇上买不到菜 所以就炒个辣椒炒鸡蛋 还有炒鸡蛋 还要炒酥蛋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就照相机比较好 它这个大锅用起来确实有点方便了 好,一道完成 切吧 我来切,我来切 我先把两个鸡蛋炒 现在再炒一道 鸡蛋 洋葱 和香蝗 哇,鸟料好,好齐全啊 嗯 葱姜蒜 小米椒泡香 然后将香肠和洋葱放下去 然后再加入鸡蛋 再加入鸡蛋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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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鸡蛋 直接切开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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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炒一个土豆水 葱姜蒜小米椒爆香 然后洋葱 然后再加入土豆 这个土豆有点多 快要煮的时候再加点鸡精 盐 胡椒粉 起酸香 一点点的料酒 再来一点点的水 加入灵魂的葱和香菜就出锅了 三个菜全部炒好了 这样三个菜就完成了 准备开吃了 他们三个人在外面享受翘的二郎腿 你看 我一个人在这里辛辛苦苦的做菜 我们开饭了 你们收拾了 要做菜 现在轮到我做了 他们站了 一串还有一点热 你叫啥呀 味道还不错 有那个了 我还拿这个过来 对啊 这个不是挺好的吗 就拿一双筷子来就好了 我忘了 我是第一次做这种素的 你之前全是做肉啊 你之前全是做肉啊 我还得 我这家都给那个方料 这个方 太大了 肚子好像不够熟 不够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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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一下呢 我这个筷子用得好不习惯 我这个筷子用得好不习惯 嗯 铁的 送的 买高拉波送的 你用铁的 太好用的 特别不好用 太滑了 几身的 三身的 特别是 特别是洗的时候 没有木的那种那么好 对 我之前也用这个 也用铁的 这个土豆要是再多炒一会儿就好了 就更完美了 不懂吗 有点硬硬的 我已经炒了好久了 所以没有 土豆花其实可以加水进去 它这个锅太厚了 加水进去 那个 没事也能吃 慢的 喝酒 味道怎么样 嗯 可以吧 嗯 好啊 可以可以 就是可以 没什么 多生豆腐啊 好了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边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了 再见